联想Z6 Pro发布会直播地址 联想Z6 Pro发布会直播 再先看 联想集团副总台 联想移动的掌座人长城在微博 发出了联想Z6 Pro的核心参数 明确表示联想Z6 Pro的前置后置上头 像素综合超过一个亿 长城晒出了联想Z6 Pro的本机页面显示 这款新机的存储组合高达12G加512G 搭载ZUI11系统 另外长城还表示联想Z6 Pro是全球第一支 支持后置四摄 首创杜比全景声四维调音系统 同时长城之掌的ZOK手机品牌是知名的 Utouch也将回归 此次联想Z6 Pro所宣传的一个亿的像素 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但此前并未提及前后总和这个前提 人们普遍认为是允许手机拍摄高达民意像素的照片 如果是前置后置上头的总数超过一个亿 其实实现起来并不困难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联想Z6 Pro对标的竞品是小米9 而小米9的前后相机参数为前置2000万像素 后置4800万加1600万加1200万 总和像素是9600万像素 联想Z6 Pro前置3200万像素 后置相逢的情况下 总和像素是1800万像素 不过Z6 Pro为后置四车 如果舍得对调 超过这个数字将会很轻松 虽然手掌一个亿只是一个宣传 这样的前后置综合水准不合旗舰级的定位 核心参数来看 联想Z6 Pro却并不输小米9 如果Z6 Pro的价格与小米9相当 那么会相当的有轻软力的 联想Z6 Pro 联想Z6 Pro发布会去过 将会在联想网网 联想范围 联想手机贴吧 以及各大视频主播平台 同步播出